第八集 郑明夜看着软乎乎的婴儿,却不敢下手去抱,只瞧着黑黑的笑,眼睛温柔地瞅着一眼张黑桃的脸,凑过去说 你好身养着,我去问问二哥,给咱娃娃娶个什么名儿好? 郑明发在乡房听得张黑桃顺利产下一个男音,翻翻老黄历说 今儿初一,他又是头胎,叫来初吧 张黑桃一听来初这名字,暗暗觉得,比来荣他们的名字文雅许多,倒是极喜欢 因郑明发已是择了极日到审城赶口 连日来,巧娘只忙乱着帮郑明发收拾行李 一时检查了几遍行李,见确实没有什么遗漏的,方才犯下心了 这一天正是出门的极日,却见方达和董事来了 郑伯子等人忙迎了进去 原来方达想着郑明发就要上省城 怕他不舍得使银子 又特地的拿了一张银票过来与他,煮的 到了省城,只管找那些干净清幽的客栈去住 千万莫摊便宜,住那些嘈杂的小地方 若是不小心吃得不干净的东西,教你后会莫及 云又想起省城有一两个旧交的行声,又写了信给郑明发收拾 吩咐他若是有声不妥当的,只管去找这两个旧交 郑明发也不跟方达客气,小心地收好信,又笑道 银儿已是过去拜后正大观人,他也秘密主了几句话,又写了一封信让我收着 说是,说遇上什么为难的事,也只管吃了信去找他一个旧事 方达闻言,派了派郑明发的肩,笑道 如此方好,先祝你长功折贵 郑明发呵呵笑着到了县,巧娘帮他搬了行李出门口 去见许多素日有来往的亲戚和邻居也来乡送 大家自然是满口的祝福 郑明发少不得一一地到了县 远见方达先前帮着联络好的车夫也已经驾了马车到了大门口 忙搬着行李爬上了马车 探出头来,只让大家别远送 贵姐儿知道,老爹这回去赶考 实在是事关重大,是改变家境的唯一出路 若是不重,那个打击怕是难以承受 因此,也追到大门口,挥舞着小胖手,乃声乃气地喊道 爹爹,爹爹 他要说出祝你考试顺利之类的话来 一则现下说话还不利索 二则觉得自己若是如此说,却显得怪异 因此只竖起两只大拇指做胜利桩,一脸鼓励的神色 这鸣发虽对自己所学有信心 然于这个关口,却还是有些忧心呢 方达和巧娘等人的祝福还罢了 这下见贵姐儿小小孩子追出来竖起大拇指,心中不由意暖,跳下车来抱起他,挨着他的脸贴了贴,小声道 小乖乖,爹爹定会高中的,放心好了 说着放下他,挥挥手,这才又爬上了马车 郑婆子和巧娘追着马车,直至送到村口方回 这回方达见他们回转来了,笑着说 咱们这里虽不算繁华地方,离省城却不能算远 也不用改搭船,只一路坐了马车,快的话不到七天就到了 你们不用忧心 再说,这勤的马车的车夫又是大家相熟的,一路尽有照顾的 一考完又是坐了他的马车回来,所以是妥的 董事正跟郑婆子说话呢 听到房内传来婴儿哭声 这才知道张黑桃昨天产下一个男婴 不由拍手笑道 你们镇假今年,尽是喜事啊 每家美货到了初一,都要上香拜一下天地父母 初一这日,正是贵人日 这小娃生在初一这日,自然是好日子了 郑婆子也笑道 这几日忙乱着,自然没顾上拿她的八字给曾老道去掐算一番 待会儿要到妈祖庙里为明发起一下福 再顺道给初哥儿算算八字 看看她是哪一路神仙来出生的 干得好日子 朕明发走后,巧娘每天算日子 说到今天应该走到那个地界了 明天又该走到哪个地界了 郑婆子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 听得巧娘念叨,笑着说 你又没出过省城,怎得这么熟悉这些地名儿 小娘手里正拿着一副刺绣在飞针走下 魂言抬头道 先时在娘家,我大哥出远门行杀 好几次到省城去 她早在家日日念叨多少角城该到哪个地儿 多少角城又该到了哪个省城 听她念得多了 我便也知道了这些地名和路况 郑婆子点点头道 你大哥如今只守在绸缎铺里 不再出远门 你大嫂可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虽是如此说 我大哥即将是坐不住的一个人 这阵子已是在计算着要上京里 会我二哥去呢 我二哥到京里这些年 已渐渐得了东家信任 如今叫他当了掌柜 管着皮货铺呢 小娘说着 用嘴咬断了手里的线 把残绒吐在屋角 郑婆子也知晓方达能干 又长袖上午会结交人 笑道 拼你大哥的性子 不会上了金里就不舍得回来 转头把家搬到金里吧 那倒不会 乔娘捏线穿过针眼 把线两头扯平了 轴着打了一个结 插了金绣布上 用手指去裂几丝 锤到耳边的法子 笑道 大哥虽是念旧 又挂着要在家乡 垫拜祖宗 轻易不会搬离家乡的 三哥跟了人去挖山 这么些年没见回来 又没个阴心 大哥也怕自己搬了地儿 有那送信来的人找不着 因此 虽心买了地皮 却没有心思去建造 只把旧宅子放心 一家人依然住着 还不是怕三哥在外 拖了人烧信烧消息 却找不着人 巧娘喂过门时 郑婆子也是见过 她这个三哥方瑶的 是三兄弟中 最为潇洒的一个 当时新婚不过一年 娶的是打小 就一起长大的表妹 却没想到表妹身子弱 身场时血崩 母子接就不回 方瑶伤痛得不行 只说表妹当时 残留着一口气时 自己手上 若有纳成了行的百年老身 定能调回表妹一条命的 因此消沉了一年 后来就跟着 挖山的人一起走了 贵姐儿听郑婆子 和巧娘闲话了一回 接连去看张飞桃 见她和小来初 睡得相甜 便没有进去 一时有些闷闷的 爹爹出了门 小叔又去打鸟了 哥哥们上学堂了 奶奶和老娘 忙着干家务做针线 算来算去 只得自己一个学人 哎 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见郑婆子和巧娘 没有留意她 贵姐儿偷偷地进了 郑明发用来读书的小厢房 拖动椅子 费力地爬到书桌上 盘腿坐在书桌上 到处翻开 没有出意外的 全是树牌版繁体字的金书 连财带懵的 当然也能看下来 只是这些古文对她来说 总是晦涩难懂的 看得几页就没了耐心 把书归位后 贵姐儿站在书桌上 眺望了一下 另一边书架上的书 估计书架上 应该放有几本能看的闲书 所以趴下桌子 把椅子拖到书架前 垫起脚尖去抽了几本书下来 朕博子在外面 不见了贵姐儿的踪影 喊了几句没人意 经过小厢房时 见门开着 探头进去看时 不由窝窝地笑了 乔娘闻声过来 也探了头进去 只见贵姐儿盘腿 坐在楠木的大靠椅上 左手里捧了一本书 书的右边卷成筒状 他小小的右手 横着放在书上 手指粘着左边的书页 低头凑近书 努力分辨着字体 做一副边看边要把书页 接过去的样子 一时忍不住 也笑了 进去抱起贵姐儿 合上他手里的书说 小乖乖 你做得好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真认得字了呢 贵姐儿好不容易找到一本闲谈的书 虽然口气是一个老头子 在讲些类似聊斋的故事 但是这么久没有接触文化来的东西 还是很稀罕了 看得正入神呢 没地方正婆子和巧娘找了进来 见手里的书被拿开了 不由哇哇大哭 伸手去抢了回来 巧娘好笑的亲了亲他说 小乖乖 等你长大了 任得自在看吧 这里面又没什么好玩的 小心弄破了 你弟弟回来说呢 说着 又拿开贵姐儿手里的书 小心的放回书架上了 贵姐儿沮丧极了 一点点的文化娱乐也没有了 看来 得长大些跟着哥哥们认些字 才能要求进来看书了 郑婆子见贵姐儿 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也笑道 那些书不是用来玩的 得认了字的才能看 贵姐儿乖 来 咱们吃番薯去 贵姐儿也闻到番薯 微书的香味了 突而求其次 没得书看 有得吃也行啊 郑婆子牵着贵姐儿的手 到了灶下 让她坐在小木凳上 揭开锅盖 真要拿番薯呢 却听得大门外 有人在喊阿嫂 出去一看 却是郑伟生 一个极书的远房表妹 住在林镇的 只好打招呼笑道 你怎么得空来了 快些进来 可吃了 没吃的话 上午就跟着我们娘儿几个 随便吃一餐吧 郑伟生这个远房表妹 吕婆子 年岁跟郑婆子差不多 看着却比郑婆子还老像 因为嫁得不好 家里甚是贫穷 郑伟生在世 常常上门 郑婆子也时时接济他 后来郑伟生去世了 吕婆子看着郑家败落下来 却不大好意思上门了 这阵听得郑明发去考举人 寻思了老半天 就从菜地里摘了一把菜 来走亲戚了 带着吕婆子走后 乔娘拿了她送来的那把菜去洗 却发现那菜全是菜虫 使得不成样子了 一把丢在菜盘 跟郑婆子说 吕老姑眼花了吧 看看这菜被菜虫吃得这个样 也好意思送来给我们 下回让它别送了 郑婆子一笑道 她又不是专门送菜来给我们吃的 不过一个少事 想上门来盘盘话 又不好意思空手来 一时找不到东西 随手就摘了一把菜来罢了 乔娘点点头 上回也有一个穷亲戚来 提了半篮子番薯 她一看那番薯 似是放得久了 发出一股味来 借那亲戚 却还当一回事似的递给她 正要说不用了 你拿回去自家吃吧 还没说呢 郑婆子却从旁 接过了那个亲戚的篮子 笑着说 来便来吧 何必提东西呢 乔娘见那亲戚 似是松了一口气 一脸释然的样子 极是不紧 带着那亲戚走后 郑婆子却说 若没那半篮子番薯 给她做面皮 她却不好意思 在咱家又吃又拿的 咱家虽是难点 却又比她强的太多 我再要接济她一些 她若要空手而来 又怎么好意思 拿咱家的东西 有了这半篮子番薯 她就想着这是礼上晚来 拿的也就立直气壮些 下回再来 也觉得还是走亲戚 而不会觉得 是来打秋风的 心里也好受些 郑婆子虽然没有如斋 却是极其幸福 又幸轮回 对待比自己困难些的 亲戚们都极好 接近人时也不使人难堪 极通小乡下的人情世故 郑伟生出丧时 那时郑明发还在埋头读书 郑明夜又还小 他不遇郑明发舍了读书那条道 只得自己咬牙撑着 后来想给郑明发这些银子 摆在一个狮子门下 已被考取人时 有个一尺 在亲友间奔走了无数次 也有白眼相加的 也有好颜香味的 只是究竟没有借到银子 郑明发一时气愤 干脆舍了读书那条路 寻了方大护家 进去当了账房 帮着郑婆子支撑起生活来 这么些年过去了 郑婆子与自己当初求告无门的事还记得 倒也不记恨 却想着自己当时那股难堪的心情 线下有比自己更难的亲戚们上门 他便设着法子不使人难堪 巧娘虽父母早亡 几个兄长却很能干 先时跟着方达 过得好日子 对于这些乡下人弯绕绕的心思 却不大理会 后来跟着郑婆子接待的亲戚多了 慢慢的倒也能体谅得穷苦人的一些小心思 这些人虽厚着面皮求人 却还是希望人家给他留点面子的 郑婆子福度吕婆子久没有登门了 这回来了说了不多的话 话里话外 不过是他早就看出郑明发是文屈心下凡 以后必是官老爷之类的话 想来是留个伏笔 一日必会再来的 随对巧娘说 绿姑姑先时 是这明星婆娘 是她一手撮合成的 在明星婆娘面前 做出一副尊贵长辈的样子来 后来老头子去世了 明星婆娘 却看也不看她一眼了 她跟我们走的 也淡了许多 如今又走动起来 此事想着明发 极有可能有出息 想跟我们亲近些 我也不记恨她 再怎么说 人总是有三灾六难的 所谓花无百日红 人无千日好 她这会儿还难着 指不定将来 有些儿孙 且抖起来也未定 却不必让她难看 巧娘知道 这明星的婆娘吕氏 本是吕婆子的本家侄女 她家也曾得意过一阵子的 因此 那时这明星要说清 吕婆子来一说 两家才会一拍即合 那吕氏有些失利眼的 你若是得意时 她做低服小的服侍你 你若是不得意时 她拿眼瞧也不瞧你的 吕婆子虽撮合了她和郑明星 又是她的本家婶子 她却不慎放在心上 怠慢了吕婆子几回 吕婆子自然不上她的门了